助我一臂之力 好 老道这件事情也就干了 玄真子咬了咬牙 他知道 方寒这种高手 如果要强行攻破他的国度 也不是不可能的 不如就合作赌一把 在说话间他张口一吐 吐出了一团拳头大小 形似内丹 凝炼至极的原始之气来 一个散开 就化为了数万枚原始丹 落入方寒的手中 看来原始丹真的很难积蓄起来 你身为玄仙高手 寿元肯定是三五万个仙界年 这么优长的岁月里 才积蓄下来这么一点原始丹 凡寒摇摇头 是啊 我玄中派家小夜小 好不容易才在蒙山之中 寻找到了一条地下灵脉 里面蕴含有太古时代的 小部分原始之气 用剑法封锁起来 在上面建造山门 这才使得虚空中原始之气浓厚了一些 不过这条灵脉在三五百个仙界年之后 就会消失 如果还不夺取到一条新的灵脉 那我们玄中派就失去了根基 以后弟子越来越凋零 不会有人晋升到达天仙了 玄真子说 这个无妨 我只要恢复了 随便屠杀几个门派 抢夺他们的灵脉就是了 方寒身躯一洞 金光闪烁 抓住原始丹就消失了 从玄真道人的骨度中顿走 谁也不知道他是怎么走的 玄真道人摇摇头 连推算都不敢推算 虚无的天界空间中 强烈的空间风暴在其中咆哮着 祖魁撕裂天仙 甚至连神仙都坚持不了多久 就必须得出来 否则就会迷失的 不过其中一团金光穿行 任凭时空风波如何猛烈 都不能够动摇他分号 前辈 那是什么 陈燕看见方寒在虚空中穿梭之间 一团金色光芒从身后飞来 又融进他的身体 连忙问道 也没什么 一个分身而已 和你们玄仲派的一个前辈 好好谈了谈 我们玄仲派的前辈 陈燕自然不知道玄真的存在 不过他也知道 方寒身上无数的秘密 不能询问 他就选择了沉默 按照你指点的方位 前面是蒙古蒙最大的城市了吧 方寒把手一挥 顿时时空风暴开始稳定下来 在外面真实的世界中 显现出了无数的仙山 树林 甚至巨大平原 湖泊 处处充满灵气 在足足有365座仙山簇拥的地方 有一处平原 平原上修建了宽阔的城市 方寒甚至可以看到 在平原的地底深处 有一团长达千万里的灵脉 蕴含了原始之气 十分浓厚 被俘禄层层封锁 比起玄仲派的灵脉来 不知要大了多少万倍 这里就是芒谷城 三千六百多亿里方圆的 芒山山脉最大的一条灵脉 而且是千百修道门派 聚集的核心之地 方寒看向地面 有一种把那条灵脉 直接收走炼化的冲动 在世俗中 有灵脉 也不过是一些仙气灵脉 不会有原始灵脉的 就仅仅是这一条原始灵脉 只怕就比一些大世界 都要珍贵 不过 他听玄珍道人说过 这芒谷城的盟主 是由天庭指派的 也不敢轻举妄动 天庭 是传说中造化先王的居住之所 方寒也知道 拿世俗中的比喻来说 这芒谷城对于天庭来说 就是一个小小的村落 连县城都算不上 不过现在 在他没有恢复实力之前 还是不能够肆意妄为的 前辈 这芒谷城是有许多古老的悬仙 还有神仙修建而成的 外面不止有极其强大的空间进法 无数仙阵 我们不能够硬闯的 陈焰焦急道 这个我自然知道 方寒何等修为 眼神一扫就看见了 那巨大城池外面 的确是遍布了进法 就算是一般的悬仙进入 都恐怕要被困住 然后高手杀出 把其击杀掉 他无声无息地从虚宫中出来 带着陈焰到达着大城池的城门口 城池高达万丈 光芒四射 地面晶莹 居然都是由纯阳之气凝结成的 简直是一座纯阳之城 在城门口 上百个身穿绝品盗器铠甲 居然都是真仙境界的修饰 来回巡逻着 其中领队的是一尊天仙高手 悬浮在空中 检查着出路的人群们 绝品盗器在天界和纯阳元气一般 已经不是稀罕之物了 因为天界的材料实在是太丰富了 地面的泥土都是仙土 到达世俗里都是炼制丹药 修炼五行盗术的绝好材料 价值连城 许许多多的修饰川流不细 从城门中进入 都要缴纳税收的 每人一门原始丹 收费十分之贵 一般的真仙 根本不可能进入得了城市里 嗯 这不是玄仲派的陈彦吗 你今天居然想进入这芒谷城中 带队的天仙突然发现 方寒和陈彦是从远处飞来的 先是脸上显出轻蔑的笑 随后一震 陈彦 你居然修成了天仙 不错 我修成了天仙 看着这个带队的天仙 陈彦直接飞出两枚原始丹来 落入对方手里 吐气扬眉地说 这位是我们玄仲派的至尊太上长老 引修了无数个仙界年 现在要出来购买药材 炼制丹药 第1542计 走 进城 什么 你们玄仲派的至尊太上长老 我怎么从来没听说过 这带队的天仙 眼神闪烁出了浓浓的疑惑来 随后冷哼道 哼 今天城门封锁 有大人物要降临 你 猛知晓 刚才那么多人都进去了 怎么没有看见你阻拦啊 你是想故意对我使绊子 陈彦怒道 刚才进入的那些人 都是得到了大人物的召见 你们玄仲派 根本没有进入那尊大人物的法眼 孟知晓慢条思理地说 实话告诉你 今天蒙古城中来的大人物 是传闻之中天庭使者 本身的身份是中州王者大派 羽化门的绝世天才 我们蒙古盟的大人物 都在其中接待这位绝世天才使者 你们就等在城门口吧 就算是天庭使者到来 蒙古城还是做生意的 我们只不过是进入蒙古城购买药材 陈彦道 十枚原始丹 这队长天仙孟知晓伸出了手 什么 你抢 陈彦大怒 回身看了看方寒 方寒却一脸平静 走上前来 目光一闪 立刻 这队长孟知晓就感觉一股压迫性的气息扑面而来 内心深处居然有一种窒息的感觉 不过他猛的一下跳开 你想干什么 方寒屈指一弹 十门原始丹落入他的手里 随后声音沙哑地说了一句 走 进城 这队长天仙看着居然不敢拦 乖乖地放开了进法 前辈 陈彦进了城中 立刻开口 小小天仙也敢阻拦我 我已经在他的身上 种下太古秘咒了 等我恢复了实力 就去灭了他所在的门派 他的门派灵脉 就交给你们玄仲派所有了 方寒随意地说 脸上浮现出微笑来 羽化门中州王者大派 看来羽化门在天界的势力不小啊 迈步进入芒谷城中 果然到处都是店铺酒楼 匡阔的街道上 都是修士走来走去 一派繁华 这些修士 大多数都是天仙 可谓真是仙人如云啊 方寒一眼看了过去 那些店铺酒楼 都是一个个的空间国度 从外面看来 其貌不扬 进入之后 就是一方华丽的天地 其中都有高手坐镇 不能够硬闯 否则的话 就会遭遇到绞杀 整个满谷城 就好像一个巨大的风潮 里面的酒楼店铺 都是一个个的蜂窝 镶嵌在时空深处 演化为国度 玄傲无比 深不可测 许许多多的大人物气息 从里面传递出来 方寒收敛了自身的气息 脸上挂着淡淡的笑 心中 却在不停地推算着 他倒是想见识一下 那个进入芒谷城中的 中州羽化门 大天才 天庭使者 到底是什么人 现在 他是稍微知道了 天界的一些势力分布的 基本上 都是无数的大门派 无数的大势力 呈现诸侯 并起 王者遍地的情况 但是 这些诸侯大人物 都遵从一个天庭 神秘古老 而遥远的天庭 这天庭的意志 是在很为久远的时代 造化先王主持的 回下诸多天军巨头 听同造化的命令 但是 在无数个结束之后 造化先王渐渐消失了 那些远古的天军 就把持了大权 天庭也渐渐失去了 当年的威严 不过 现在的天庭 仍旧非常恐怖 无数个大势力 无数个大门派 都把自己的精英弟子 送入其中 摄取其中的一部分权力 好方便自己 所以 才有中州王者大派 羽化门的天才弟子 成为天界使者的事情 羽化门 这个和翻寒一生命运 联系起来的门派 又不得他不留心呢 早在世俗中 他就知道 天界也有羽化门 可惜羽化 非生经 已经和天界的羽化门 失去连线 现在方寒倒是想看一看 天界的羽化门 到底是繁荣到什么程度 中州的王者大派 听名字好像十分的不凡 不过他现在倒是 不想去和羽化门的 天才弟子们见面 说自己是下界羽化门的掌门 必须要等到伤势恢复了 彻底练花金仙法则再说 陈燕给方寒介绍了 前辈 这里最大的药材买卖 叫做大善堂 是大善派的人开的 这个门派有十名悬仙坐镇 在芒山千百门派之中 排名极其考前 远远在我们悬仲派之上 他们的生意做得很广 基本上天界的一些罕见的药材奇珍都有 是吗 进去看看 方寒举步就来到一间巨大的药店门口 这药店上面刻画着两个大字 大善 古老的石门居然是物神之石 融合了无数仙界神铁锻造 一股药气扑面而来 其中混合了起码上亿种药材的味道 果然是天界门派 和世俗就是不同 世俗之中 药神骨的药材也没有这里多 方寒点点头 已经根据气味推算出来 自己要炼制中骨圣灵丹 这枚王品仙丹 其中大部分的药材都有 这位秀士啊 你是想买些什么药材 这炼丹 还是直接买丹药 一进门 就有三两个身穿 药师盗袍的人走了过来 居然个个都是天仙 看着方寒身躯一阵 似乎是微微察觉到了他身上的修为 是超越了天仙的存在 立刻神态恭敬了一些 方寒现在表现出来的 是超越了天仙的修为 一般人都以为他是神仙 这样的修为 可以震慑住很大一部分人 我要购买一部分的药材 陈硕连忙把手里的一叶金书递上去 这些药材 几个大善堂的天仙 看看这叶金书上面 写得洋洋洒洒数万种材料 都脸上显现出震惊的颜色来 这些药材有的十分罕见 我们大善堂必须要调配 还请两位到贵宾室去坐一坐 当下一个天仙 就把方寒和陈硯 请到贵宾室中 其中有几个人 拿着药材向里面走去 显示一笔大生意需要禀报 方寒和陈硯来到贵宾室中 就看到了一幅惊人的场面 贵宾室 是一处巨大的平台 上面王座林立 而在平台外面 是浩瀚的太空 在那浩瀚太空之中 漂浮着无数巨大的星球 就好像一个宇宙 这些星球 都比世俗中的星球要大得多 并不是天然衍生而成的 而是人力塑造而成的 在那些星球上 豢养了许许多多的仙兽 灵药 一眼望过去 就好像巨大的药脯 真是一个大手笔 一眼望去 星球无穷无尽 真有一些造物主的味道 不过 站在这个平台上 只能够观看 而不能够进入 那宇宙中获得药材 仙兽等宝贝 因为在虚空中 无数强大的浮禄进发 先阵在闪烁 阻挡着敢于越雷池的人 乖乖 这就是塑造宇宙的手段 传闻之中修炼到了神仙境界 就能够拥有这种手段 陈燕震撼到 这也不算什么 这个宇宙 塑造得小了一些 对于一些规则的领悟 仍旧不太深刻 这个宇宙的一些法则 和天界的规则也格格不入 如果有人破坏 立刻就可以毁灭 他的话 微微传播了出去 似乎散发得很远 又似乎是在耳边 老夫 辛辛苦苦创造出来的宇宙 施展出安天大法 居然被你说得一无是出 小子 你的口气很大呀 一个声音传递过来 虚空微微波动 在这个贵宾室的空间中传递着 极大的威压 朝方寒压迫了过去 陈燕啊的一声 差点跪了下去 他的眼神中充满了恐惧 那是玄仙的威压 他知道得很清楚 一尊玄仙 就算是上千天仙为公 也得被屠杀个干干净净 两者不是一个等级的 不过在随后 方寒袍袍一服 他立刻如沐春风 所有的压力 全部都消失了 就看见 一尊老者 从虚空中一步步地走出来 来到方寒面前 寻找了一尊王座 大大咧咧地坐好 上下打量着方寒 什么时候 玄仲派出了这样一位高手了 玄仙那老不死的呢 你怎么称呼 方寒一弹指 那个被俘虏封锁的宇宙 就动弹了一下 里面无数星球 都有一种蠕动的感觉 隐隐约约 可以看到无穷的 仙兽豢养的生灵 大难临头似的在奔走 你 你居然能够震动 我的安天之术 老者眼神一动 手指跟着方寒的节奏震荡 空中就出现了一个 大大的仙界自体 安 立刻 全部的震动都消失了 方寒冷冷一笑 却不再动手了 怎么 你不是说 能够撼动我创造的宇宙吗 老夫姓季明风 大约你听过我的名字吧 辰宴一惊 吓得差点晕死过去 独守药王季风 他曾经一造招之间 一连毒死了三个门派的 所有高手 甚至还包括 三个同境界的玄线 小丫头不错 居然还知道 老夫以前的一些事情 老夫的道术 既然号称毒手 就可以毒死一切人 号称药王 又可以救活所有的人 独守药王季风端坐着 如操控人生死的帝王 看着方寒 你是我大善堂的客人 所以老夫不会对你口出狂言说什么 但是出了这大善堂 你如果还是这样的言行 那老夫就绝对容纳不了你了 好了 现在咱们谈生意吧 你要的那些药材 恐怕是要炼制一门传说的王品仙丹吧 不过王品仙丹 需要金仙大巨头才能够炼制 以你的修为 不可能炼制得成 不过我们做生意 只要你出原始单 我们就敢卖 一口价 等等 方寒摆了一个手势 毒手药王季风脸色一寒 神色中居然有了几分争鸣 怎么 阁下莫非是不想做生意了 我当然想做生意了 不过在下也颇为精通一些毒术 听见你毒手药王的称呼 不由得记仰 不如咱们赌院一番如何 这样我如果赢了 你就把这些药材无条件地给我 我若是输了 这一身的玄仙法则 甚至我的血肉之躯 就都归你了 方寒说话间带着一丝挑衅的味道 什么 你要和我赌徒说 毒手药王季风似乎没有听清楚 脸色一变 随后哈哈大笑起来 很好 很好 我一身毒术 已经修炼到达了毒容天地的境界 三千大道之一的大剧毒术 也都修成了拥有元灵 转世投胎的地步 居然有人和我赌斗 这个实在是令我喜出望外 喜出望外呀 把身体中的神通 修成一个小小的小人 自己拥有灵魂 转世投胎 形成单独的个体 这是玄之又玄的境界 就算是玄仙之中 也很少有人能够修炼得成的 这毒手药王修炼成了 显然是玄仙中的佼佼者 那你赌还是不赌呢 当然赌了 这是你说好的 小丫头 你就做个证人 毒手药王季风一下飞了起来 突然间毒物弥漫 整个天地宇宙一片死寂 毒手药王季风 说动手就动手 大剧毒树弥漫 整个时空都出现了无数的小人 每一尊小人瞬息膨胀 化为了一尊尊强大的剧毒魔王 毒魔天下 他是玄仙修为 毒树出神入化 一身毒宫参悟造化 如果在世俗之中 只怕能够使得一个大世界的生灵都灭绝 在天界 他的毒宫更能够发挥出最大的威力来 毫无顾忌地对方寒下手 这毒气之中 有无数残忍血腥恶毒的符咒 更有腐蚀万物的法则 毒宫一出天地皆亡 毒宫是他最为自傲的一门功夫 许多同境界的玄仙 都对他的毒宫闻风丧胆 现在方寒居然也敢挑战他的毒宫 实在是令他怒不可遏 面对铺天盖地的剧毒之气 方寒一张口 无数的漩涡出现 居然把这些剧毒一下就吞进去了 全部吸入身体 滚滚剧毒腐蚀一切 连玄仙法则都无法忍受 但是一进入方寒的身体 这些剧毒之气 就感觉到了金仙法则 立刻驯服 一头头的剧毒魔王 发出惨叫被彻底炼化 融入了大剧毒术的符文之中 不可能 怎么可能把我的毒术 这么轻易地就化解 吞噬下去 宣仙是不可能化解我的剧毒的 毒手药王寄风眼睛一鼓 眼珠子差点掉出来 虚空万界 古老大毒 方寒动手一个弹指 展开了反击 大剧毒术 和成千上万的剧毒神通 凝聚成了一片剧毒幻影 在那幻影之中 光怪陆离 鱼龙蔓延 有山有水 有天堂有地狱 全部都是色彩斑斓的剧毒组成 四真四幻 笼罩四野 这是虚空万患古毒 药神古的绝学 方寒杀了药神古的少主 还有不少高手 都一一练化 自然得到了药神古的秘籍 还有诸多神通修行的法门 药神古在天界 也是一个巨大门派 流传下来的神通 都是无上大仙术 如果修炼成功了 又不可思议之为 方寒拥有三十三天至宝的周天仪 八部浮屠的天命球 现在又得到了一部分金仙法则 把一切神通都修炼到达了顶点 这虚空万患古毒施展出来 真有一种毒化万患的味道 瞬息之间 就包裹住了毒手药王季风 季风大吃一惊 虚空万患古毒 你 你是青州药家的人 方寒丝毫也不回答 左手一圈 万患古毒缩小 向季风围困了过去 瞬息之间 一个剧毒宇宙凝结成形 把季风射取进入了其中 季风怒吼连连 连连施展剧毒魔攻 但却始终无法突破这片剧毒宇宙 不由地长笑了一声 生猎金石 一道长剑从手上飞出来 居然是一柄仙气 上面药香阵阵 刻画有两个古老的仙界文字 天一 他人间合一一下子 就把剧毒宇宙斩破 脱身出来 白红灌日一般 击杀向方寒的头颅 方寒瞳孔紧缩 一直点出 暗暗蕴含至天圣法 点在剑尖之上 那仙气长剑 发出一阵阵的轰鸣 弯曲成了一张弓 怎么都无法刺杀进方寒的手指 可惜了 我的实力还没有完全恢复 否则的话 一只 就把这仙气长剑点碎 一掌 就把这独守药王季风打扁 方寒心中暗暗道 怎么 独守药王 我们不是说好比拼毒术的吗 你怎么连仙气长剑都施展出来 莫非 要比拼所有的神通吗 你 独守药王季风 把长剑仙气一收 一双眼睛看向方寒 闪烁不定 居然能够用血肉之鹊的手指 抵挡住我的天衣剑 你的肉身到底有多么强大 这个先不说 咱们要不要再比拼一下毒术啊 方寒摆摆手 老夫这一次是认灾了 想不到碰上了青州药家的人 独守药王季风似乎有些不甘心 但却是爽快地认输了 你要的那些炼丹药材 老夫就贴给你 你等着 说话之间 他连连从虚空中抓射 体内凝炼成的国度 无处散发着强大法力的药材 从身体中飞出来 化为一片晶体 最后缓缓地飞入方寒的手中 送出药材的独守药王季风有一些肉痛啊 这些药材 最起码价值数十万元是丹 这次老夫是大败亏输 血本都输掉了 不过 你如果是真正炼制王品丹药 完成之后 价值要翻十倍都不值 我看你药术精深 有意思的话 可以成为我们大善堂的炼药师 再说吧 方寒点点头 用神念查看的药材 脸色突然一变 独守药王 这些药材之中 缺乏了最重要的一位 圣灵之血 没有这位药材 我根本无法炼制丹药 那也没有办法 圣灵之血 传闻是上古圣人 急流下来的鲜血 融入天界泥土之中 生长出来无上灵药 本来我们大善堂有一株 但是你来得不巧 今天被买走了 买主是天庭的使者 中州王者大派 与化门的绝世天才 当然 你如果肯做我大善堂的炼药师 我大善堂 一定会想办法从外面 调配圣灵之血 给你使用炼制丹药 好意心领了 如我考虑考虑 第1545集 宇化门天才 方寒神色不动 收起了这些药材 身躯一动 就出了大善堂 来到宽阔的街道上 哼 可恶 害得我亏了血本 独守药王季风 看见方寒走了以后 神色猙獰 随后想出了一个主意 此人法地高强 又似乎桀骜不逊 来历神秘 更会炼丹 我们大善堂 先静观其变 同志那宇化门的天庭使者 讲必这天庭使者 很有兴趣 他是招揽手下 扩充他的实力 当下 独守药王季风 身体一闪 也消失不见了 不一会儿 他就来到了 芒谷城正中央 一尊陌路苍穹顶端的 圆塔之中 那是芒谷城的 核心所在 今天宇化门的 天才天庭使者 就在其中 接受各大门派 顶尖人物的宴请 那中古圣灵丹 最为重要的一味药材 就是圣灵之血 没有这门药材 甚至都无法开炉 方寒丝毫没有因为 和独守药王 赌约赢了而欢心 前辈 这芒谷城 除了大善堂之外 还有药师堂 可以去看看 也许有前辈需要的 圣灵之血 也说不定啊 陈燕出来之后 对方寒说 也好 方寒点点头 在整个芒谷城中 寻找着 四处观望着 芒谷城中的建筑 都十分高大 耸入云端 万丈的巨楼 到处可见 不过 在核心中央 最为雄壮的是 一座宝塔 霞广亿万道 冲入云霄 显示拥有巨大神通的 诸多人物 联手建造 整个三百六十亿里的 芒山 也就是那座 宝塔坐镇的地方 是核心区域 镇压地脉 正当方寒在城中 漫步的时候 突然 几道光滑飞驰而来 刷刷刷地 降落到了他的面前 居然是十多个神仙高手 都整体地穿着 黑色的衣服 好像人的奴仆 神仙 陈彦吓了一大跳 玄仲派的掌门 才是神仙 而现在 一下居然出现了 这么多的神仙 还阻挡住了去路 不知道要干什么 方寒眼神一下缩紧了 这位修士 你刚刚可是在 大善堂中 买过一些药材 那个药材之中 还缺乏一味主要 叫做 圣灵之血 一尊身材高大 魁梧 铁塔式的神仙 上前一步 对方寒说 不错 你们是 这个神仙冷冷的 我们是 商公子麾下的 神仙卫队 商公子 在芒谷塔中 召开宴会 听闻 你一身道数 非常了得 于是 命令我们 请你去参加 商公子 哪个商公子 放寒问道 商公子 是天庭降临下来的使者 中州王者 大派羽化门的 绝世天才 这次来到芒山之中 是为了给天庭 招揽天兵天相 和下界的一些神族 佛界 龙界 魔界 交战 又有一尊 瘦小的神仙 站立起来 燕琴我 也好 她的身上 有圣灵之血 而且我要看看 这羽化门的绝世天才 到底厉害到了 什么程度 方寒心中 闪烁出了许多念头 突然一笑 圣情难缺啊 我自然会附会的 诸位带路吧 好 请跟我们来 这十多个神仙 组成的卫队 在前面领路 一下飞起来 不一会儿 就到达了 那高聪入云的 宝塔之浅 整座宝塔 雄伟壮阔 又晴天之势 方寒自然跟随 在后面 进入了宝塔 一层两层 十层百层 宝塔这种 不只有数千数万层 诸多空间并列着 最高一层 无数强大的气息 往来穿梭着 在这群神仙的带路之下 方寒来到了 宝塔的最高层 一下子出现了 一个广阔的殿堂 殿堂中王座并立 全部都是一尊尊的 高手在开怀倡议 都是芒谷蒙 千百门派的大人物 雄霸一方的强者 其中大多数都是 玄仙修为 在世俗中 就算是神族和天界大战 方寒也没有看到 如此多的玄仙 集集一堂的 看来 世俗的宇宙虽然大 但比起天界来 还真的是井底之瓦 在方寒走进来的时候 诸多玄仙 都把目光 一下投射到他的身上 似乎要看穿他的一切 不过方寒却看下了 首座最中央 众星捧月式的 一个年轻人 那个在众多玄仙中央的年轻人 身穿一件刺绣了仙鹤的道衣 那仙鹤呈现出白色来 震翅欲飞 遥遥直上九天 一股灵霄之意 破空而生 衬托的这个年轻人 如人中龙凤一般 盖世天骄 而且这个年轻人的修为 方寒居然看不透 身上的气息 如乾隆在渊 如深海之鲲 藏于北冥 不过 却没有天界大人物 灾难天君的儿子那种威势 显然应该也是悬仙修为 不可能修成金线的 方寒心中暗暗想着 在他看向了年轻人的时候 对方也看向了自己 目光如炬 之中 居然有着一丝金光在游走 这并不是普通的金光 而是蕴含大锣妙用 显然 这个年轻人 居然也开始参悟大锣了 难道是半步金线大能 方寒心中吃了一惊啊 三十三天质宝运转着 自身的潜力提升到了最大 而且他的金线法则深藏 金线法则 是天地间的瑰宝 无数人梦寐以求的 在天界之中 也是罕见的存在 有谁能够去掠夺 一尊金线的法则啊 那是太岁头上冻土 找死啊 半步金线大能 是初步领悟了大锣金线 但是 还没有彻底凝结成 金线的至高存在 远远超越了玄险 对于这种人来说 金线法则尤其珍贵 如果能够得到一点 就能够使他们 踏出这关键的一步 到达金线境界 如果知道 自己身上蕴含金线法则 方寒毫不怀疑 这里的所有人都要抹杀自己 不过 那玄陈老道知道了一点情况 方寒也不怕他泄露 因为在玄陈老道的国斗中 方寒存留下了一些手段 随时监察 只要对方有异动 立刻撕裂虚空 把其击杀 虽然现在他没有恢复实力 但斩杀个个把玄险 还是手到擒来的 不过 只要他炼制成了中古圣灵丹 不但可以把伤势全部恢复 还可以用丹药炼化金线法则 修成半步金线大能 也不在话下 到时候 就可以再度考虑 把三十三天之宝 全部蜕变成为中品仙器了 三十三天之宝 现在全部都是下品仙器 有一些深层次的玄傲 还没有发挥出来 中品仙器的威力 比下品仙器 不知道提升了多少倍 方寒现在 唯一看到的两件中品仙器 第一就是玄品之门 还有 就是神州门的彼岸之州 修士 这位就是我们商公子 一个带领方寒前面的神仙道 似乎是要给方寒行礼 退下 那个商公子挥挥手 使多个神仙卫士立刻退了出去 这商公子眼神中闪烁出了奇异的光泽 用一种蕴含雌性的声音说 这位道友 在下商子洛 与话门中人 现在在天庭做泉州的巡察使者 不知道道友如何称呼 隶属于哪一个门派 在下 现在是玄中门的太上长老 方寒随意回答了一句 反问道 不知道商公子 喊我来赴宴 所为何事 玄中派什么时候出了一位 玄仙境界的太上长老了 一个面容阴沉的中年男子 也显然是一方巨头 悬仙修为 全身弃尽缠绕 一手捏着酒杯 一手抚摸着王座 商公子这次喊你来赴宴 是想招揽你为手下 他成为了天界在泉州的巡察使 权力极大 我们芒山 也是泉州的一座修道灵外山峰 属于他的管辖范围 天界的划分 是一个州一个州的来划分的 无数的大州 每一个大州 比世俗里的大世界 还要大得多 无法计算 而且天界至今 都不知道有多少个州 亿亿万兆的数目 都不足以形容 而且除了那些大州之外 还要无穷的天界海洋 天界沙漠 和各种凶险之地 遥远国度 亘古太虚 就算是天君终其一生 也无法探索完全 就算天庭的势力 也没有遍布所有的大州 前辈 这个人 是镇月宗的宗主 叫做孟海亭 刚才在城门口阻拦我们的 那个天仙梦之响 就是这个门派的人 还是他的一个晚辈 陈燕悄悄对方寒说 方寒心中冷笑连连 镇月宗嘛 玄虫派的人 居然出了一位玄仙 哼 是怎么修炼成的 要知道 从神仙晋升为玄仙 需要的原始之气 不可估量 以玄虫派那一点灵脉 用光也不够半个玄仙晋升 在很久以前 玄虫派出了一位玄真老道 不过 好像已经陨落了呀 宴会上 许多玄仙 门派掌门 太上长老 对方寒的神色都十分不善 在小小一个盲山千百门派之中 也争斗得十分厉害 每年都有小门派灭亡 灵脉资源被抢夺一空 如果没有玄仙坐镇 一个小门派根本不能够拥有灵脉 现在 玄仲派出了一尊玄仙 那阻止了许多人的窥视 这些修士 自然对方寒没什么好的眼色 有的对他甚至起了杀心 一些功力深厚的老资格玄仙 都对方寒毫不掩饰赤裸裸的杀意 我刚刚成为天庭 驻扎在泉州的巡察使者 士丹力薄 需要各大门派鼎力支持 这次来到芒山也是如此 招揽群衔 不知这位道友意下如何 那商子洛说话间温文尔雅 自然有着无比的雍容华贵之意 天之骄子 谦谦如玉 给人一种渊深海阔的味道 方寒心中沉思着 突然间 他的神念一动 传递见了一股意志来 修士 我已经知道你需要圣灵之血 也知道你用毒术击败了毒手药王几封 我现在身边正需要这样的人才 你若是跟随我 我可以把圣灵之血赏赐给你如何 哦 这商子洛的法力居然能够在无声无息之间渗透进方寒的脑海 传递意志 令得方寒更加警惕了 你真的 能给圣灵之血 能给圣灵之血 方寒半信半疑 但心中连连冷笑着 只要得到了圣灵之血 炼制成丹药 恢复了实力 暂时委屈求全 坐着商子洛的手下也无妨 他的意念晦涩地波动着 体内的宇宙深处 三十三天至宝的补天炉和八部熔炉相互连接 所有的材料都融入其中 开始酝酿 只等圣灵之血融入其中 方寒就打入金仙法则 熔炼中古圣灵丹 恢复自身实力 并且还能更进一步 商子洛微微一笑 圣灵之血虽然罕见 但我商子洛也不稀罕 你如果真的跟随我 和我用大事言术 签约亘古的契约 我立刻就可以把圣灵之血给你 看得出来 你真的是需要圣灵之血 大事言术 亘古契约 难道叫我一辈子做你奴才吗 方寒脸色一冷 那也不是 只要你跟随我 绝对不会让你做违背尊严的事情 而且 威胁你生命的威胁命令 你可以不听从 怎么样 而且契约只是三千个天界年 我是看你一身独工惊人 如果不为我所用 实在是太过可惜 否则的话 第1547集 签订契约 商子洛并没有把话说下去 而是释放出了一种淡淡的威压 方寒体内宇宙立刻传达出一种颤抖来 似乎就要解体 他装作脸色皱变的模样 向后退了一步 故意显出震惊的神色来 看到方寒一下后退闷哼的样子 脸上还有震惊 那商子洛满意地点点头 知道自己的法力足够可以使得对方感到威胁了 公子在上 请受在下一拜 方寒的脸色阴晴不定 似乎是在内心激烈争斗 突然攻身下去 竟然答应了这商子洛的要求 看见方寒服软 商子洛十分地高兴 好好好 既然你肯认我为公子 那就签订更古的契约吧 说话之间 无数浮光在商子洛手掌上 凝聚成了一二契约 与此同时 一道神通闪烁在上面 是三千大道中神秘莫测的大誓言术 以你的本身鲜血为以 签订契约吧 契约之上 有种种条款 你先看看 方寒仔细地看了契约上的一些条款 点点头 手指上积射出了鲜血来 渗透进入大誓言术上 最后一下和那张契约结合 在自己的鲜血进入那张契约之上时 天界冥冥之中 一股规则突然降临到了自己的身上 方寒顿时就感觉 自己似乎是受了契约的牵制 只要自己一违背契约 就要遭遇可怕的惩罚 这亘古的契约 大失言术 居然是以天界规则为依据的 果然厉害 不过我的三十三天至宝 正是天界规则的克星 只要一运功催动 就可以把这契约之力给彻底粉碎了 方寒心中推算了一番 心中大定 不过表面上却是恭恭敬敬 公子 我已经签订了契约了 你可否遵守诺言 给我圣灵之血 大胆 就在这时 那把玩酒杯的中年男子训斥道 你刚刚归附商公子 蹭功未利 就想他要赏赐 实在是不知修士 速速退下 带礼一遍 不要搅扰公子酒性 方寒心中一阵杀机酝酿 暗暗冷笑 却不动声色 看着那商子洛 签订了契约之后 那商子洛似乎是换了一副面孔 十分的威严 进入了主人的角色 朕月宗主倒也说得不错 你刚刚归附 没有立下寸功 就赏赐下圣灵之血 如此珍贵的东西 倒也难以整合人心 言下之意 这商子洛居然是 不准备送出圣灵之血了 你 你怎么可以这样 方寒没说话 他身边的陈燕 却是气愤不已 他不知道 方寒和商公子 达成了什么商量 但是现在看出来了 这商公子是给了 方寒一个承诺 但是签订契约之后 这个承诺又不给了 他也没顾在场巨头 身份修为境界的差别 直接说话 哼 在商子洛身边的一些大人物 个个都脸色一变 发出了冷哼之声 那镇月宗的孟海亭 陡然一下站起来 大手一抓 就朝陈燕抓过来 匹服一般的人物 小小天仙 朝不保夕 居然还在这种场合说话 看来是自寻死路 这大手吞吐间 散发出了阵阵黑洞的气息 包罗万象 涵盖广雨 把时空都一把扯得扭曲起来 掌心中 蕴含千百道大仙树 居然把风寒都笼罩在其中 显然是故意存心想看一看 方寒的修为怎么样 方寒抬起头来 淡淡一掌挥出 竟然是裁决七世里的一招 灵魂凯歌 直接就把孟海亭的大手 给反击得寸寸裂开 两掌巨响 在空中碰撞 孟海亭向后退了一步 脸色有一些苍白 这是什么傻招 他在一个碰撞之间 吃了个小小的亏 黄州牧野家族 裁决七世 赏子洛脸色稍微一动 盯着方寒上上下下再次打量着 他虽然和方寒签订了契约 但是对于方寒修炼的功法 还是没有窥视清楚的 公子 我的确急需着圣灵之邪 如果公子肯赏赐的话 我可以拿裁决七世 主宰圣法作为交换 方寒再次攻身道 毕恭毕敬 十分委屈 哦 你如果上脚裁决七世的修行之法 这也是立下的大功劳 我赏赐你圣灵之血 就再也没有意义了 商子洛目光一闪 点点头 方寒的手上 就多了无数的俘虏 上面凝聚出了一团团的人影 最后合成了一本书记 公子 裁决七世的修行之法就在这上 哦 商子洛就要上去接 但是方寒的手却微微一缩 顿时 他的脸色一寒 知道了是什么意思 极不情愿地 从身体中取出了一个玉瓶来 玉瓶中 一团阴红的鲜血 似灵之似蘑菇 散发出一阵阵远古圣人的气息 没错 就是圣灵之血 方寒心情十分激动 表面上却不动声色 把裁决七世的修行之法奉献上去 商子洛冷哼了一手 终于把这瓶圣灵之血交到方寒手上了 方寒一到手 就立刻收入身体内 开始投入八部熔炉中 就要进行炼化 不过随后 那商子洛说话了 这瓶圣灵之血 极其难以炼制 你还是不要浪费了 保存起来 是 公子 第1548集 恢复实力 方寒表现得十分恭敬 啊 我的确是无法炼化圣灵之血 以后还要公子多多指点 他没有轻举妄动 内心深处 却在酝酿强大的杀技 等我炼成中古圣灵丹 这盲山注定要血流成河 与此同时 那圣灵之血的瓶子上 他发现了极其强大的进质 还有一些晦涩的仙术大阵在波动 显然是商子洛并不是真正地 浇出了圣灵之血 一般的玄险 根本无法炼化这个瓶子 商子洛挥挥手 好了 你退下吧 等宴会结束之后 我会给你几个任务 你好好的完成之后 我还有赏赐下来 说话之间 他让方寒站立在自己的王座后面 方寒也没反抗 而是听从吩咐着 在体内的世界中 却暗暗运用三十三天至宝 运转出了智天门的法则来 同时把那金色的婴儿 深藏在了智天门的深处 一切气息全部都隐藏下来 开始运功炼化 智天门的深处 是一个独立的世界 和天界规则完全不相同 任何天界规则 在智天门中都起不到任何作用 无数的药材连同圣灵之血 都开始炼化 方寒庞大的意志 降临在智天门中 凝结成了又一个身体 这个身体 不停地打出了无数手绝来 突然一下 捏在了装圣灵之血的玉瓶上 那玉瓶一下粉碎了 无数的进法开始爆炸 气息向外传递出去 但是还没有飞出智天门 就被纷纷消灭了 玉瓶子上 有伤子落的圆灵 只要一炼化 对方就会立刻发现 不过 智天门深深地封锁住了一切 根本不可能让伤子落知道 中古圣灵 冥冥若存 天地苍茫 无欲无杠 方寒的这个意志身体 面无表情 打出终结之道来 刹那间 他从玄真道人那里取到的 原始丹全部融化 把那些材料纷纷融解 而圣灵之邪也 飞腾变化 变化成了一尊尊的 上古圣人 发出浩瀚的圣威 根本无法压制 但是方寒却一招手 空中悬浮的那尊 金色婴儿 散发出了金仙之威来 把那些上古圣人 全部收罗下来 再度还原成了鲜血云雾 打入那些药材之中 时间在流逝 那金色的婴儿 都一下融入药材中了 被方寒的意志催动 立刻之间无数的爆炸声音 在炙天门中响彻 要不是炙天门死死压制 恐怕都可以把外面圣会 那座宝塔镇成粉末 王品仙丹 金仙法则 进入我身 方寒强大的意志 把那些爆炸压迫了下去 千回百转 补天丹 八部熔炉 在调解元气的过程中 发挥出了强大作用 周天一旋转 晴天柱 崩天刃等力量型法宝都开始镇压 而封天锁 则是死死锁住元气 一点都不外泄 三十三天 至宝在这一刻 发挥了难以想象的强横作用 终于 一枚散发出强大金色光泽的丹药 轰隆了一下 升腾起来 上面无数的圣人 书写出了圣道教化之篇章来 强大的圣灵之气和金色的金仙法则完全结合在了一起 好 终于炼制成了这面王品仙丹 在古老道经中记载 王品仙丹出世 要遭遇天界雷结 各种魔灾 不过三十三天至宝 封锁了一切的元气波动 天界规则 根本感应不到这枚丹药出世 无声无息之中就被炼出了 融入我的身体 一拳之间 就把这金色光泽丹药粉碎 开始散入身体法宝的各个血窍 经脉 脑海等各个深处 无数的伤痕立刻被修复 体内的本命宇宙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原来一片狼藉的宇宙 现在居然变化成了纯金的国度 方寒的玄仙法则 沾染了中古圣灵丹 还有金仙法则的气息 开始蜕变 一股大罗真火 突然从本命法则中迸发出来 这不是借用的 而是本身迸发出来的 方寒的三千学窍 都化为了坚固的宇宙国度 无数恒星随意一念 就产生了 随意一念又毁灭了 它的骨骼肌肉 都化为了一种坚固的 无法想象的金色物质 近似于永恒不朽 在肌肉骨骼的深处 金色的物质 焦住成了一座座的天然阵图 有些类似于玲珑大罗天的棋盘 这就是大罗法则 方寒所有的伤势 不但完全弥补了 而且修为得到了 无与伦比的提升 那些金色的纹理 大罗法则 渗透进了自己的肌肉骨骼之中 代表的是它修成了半部金仙 更为恐怖的是 那金仙法则的全部链化 大罗法则实在是太雄厚了 不但密布了方寒的身体 还密布了那三十三天之宝 八部浮屠的所有宝贝上面 连荒神之池上都密布满了 使这些法宝的力量品质再次提升 好 这些法宝上也出现大罗法则了 那我再次推动三十三倍战力的时候 该要多么凶猛了 终于炼化金仙法则了 现在的我 已经是半部金仙大能 在天界 还可以施展出全部的力量 天下之大 尽可去的 方寒内心深处一阵阵剧烈的波动 感觉自己强横无比 震撼诸天 扭曲乾坤 掌握天鬼的力量 雄心万丈 杀人如麻 那契约的力量 在自己晋升为半部金仙大能的一刻 已经被彻底炼化 那商子洛公子 羽化门的天才 也不过就是半部金仙大能的修为 现在的积蓄远远不如方寒玄妙 力量更是不如方寒强横 更不可能有三十三天至宝这等玄妙的东西 他的契约 不可能束缚得了方寒的身体和灵魂 第1549集 你们完了 不过现在 方寒施展出封天锁 把自身元气全部都封锁住 外围的人一点都看不出 他身体中的翻天覆地的变化 就看见 他老老实实地站在商子洛身后 一言不发 似乎真的带入了仆人的角色 来 商公子 我敬你一杯 镇月宗宗主孟海亭靠近了商子洛 敬上一杯酒 突然传递神念 商公子 你新收的这个仆人 恐怕是来历有些神秘 居然会木野家族的裁决七世 你得要好好查一查 这也没有什么 本公子驾驿得住 商子洛不动声色 显现出山川一般的城府 他已经签了云古契约 更是无法逃出我的掌控 倒是你们 这次天庭发出命令 要征召大军和神族开战 你们把虚仙境 真仙境的弟子 一个个的都给我多准备一些 这个没有问题 商公子要替天庭征兵 天仙级别的高手不敢说 虚仙真仙是大把大把 我们整个盲山 有几千多个修道门派 每个修道门派 虚仙真仙少得有百人 多得数千 甚至上万 至于其他的混动 界王 天位 造物的奴隶 更不知道有多少 商公子要多少 我都可以给你去安排 朕月宗孟海廷 阴冷地笑着 不过 我只能够调动 本门的弟子 别的门派弟子 那就不好办了 已经去当天庭的大军 和神族作战 是个苦差事 没有门派 希望把自己的弟子派出来 商子洛白白手 长生九重虚仙 以下的奴隶 就不用说了 这些人没有任何用处 天界大军 要最少都是虚仙 至于别的门派弟子 还有 我这是第一次来盲山 发现修道门派 的确是多了一些 整个盲山 才三千六百亿里 几万条灵脉 这么多修道门派瓜分 资源分散了 你们也该整合一下 资源综合 这才能够出高手吗 公子说得极是 听见商子洛这样说话 几大门派的 玄仙老祖宗高手 都是眼睛一亮 他们听出了 这商子洛的意思 是让他们灭掉 其他的门派 夺取灵脉 而那些便灭掉的门派 弟子可以俘虏来 冲作天庭的大军 当下 这些门派的 玄仙老祖宗都在商量 宴会回去之后 怎么消灭一些 弱小的门派 夺取他们的根基 收取灵脉和门派 积蓄的宝藏 其中 孟海廷和几个门派的 玄仙老祖宗 目光闪烁 盯向沉雁 显然是在打 玄仲派的主意 玄仲派不大不小 也有一些资源 自然是被人 视为口中肉 陈彦感觉到了 这些人不怀好意的目光 吓得脸色苍白 看着方寒 不过 他现在对方寒 有了小小的失望 因为方寒卑躬屈膝 居然和商子洛 签了契约 做对方的仆人 大大败坏了 心中方寒无敌的形象 就在这时候 商子洛突然发出声音来 害怕手掌 打了个手势 气势汹涌 如潮水一般滚滚而来 传播向整个大厅 一些玄仙老祖祖 都感到了极大的威胁 身体在王座上 笔直绷紧 然后人人都站立起来 这就是半步 金仙大能的威势啊 虽然不是真正的金仙 但横扫一切的玄仙 诸位 今天的宴会到此结束 我秉承天庭的意志到来 到达芒山的主要任务 是为了征兵 各门各派都派出了自己的虚仙 真仙弟子到我这里汇报 这次天庭需要的数目 是三十万大军 这是底线 你们知道吗 上子洛的话刚刚出声 就立刻引起了在场 玄仙老祖动的振振惊态 他们脸色极其难看 三十万虚仙和真仙 哪里去找啊 怎么要这么多 我的门派 就成虚仙和真仙的弟子 虽然有个一两千 但不可能全部交出去 让他们送死啊 哼 你没有听到 刚才商公子说了 蒙山需要整合 一个玄仙老祖宗说 我们蒙山 可是有很多 没有玄仙作证的小门派 他们的弟子不少 未必不可以抓来充数啊 走 我们告辞 回去安排 议论纷纷之间 一些大门派的玄仙老祖宗 纷纷起身飞出去 孟海亭 叶云山 几云 兔八野 黄雄 你们留下来 不一会儿 整个巨大的宴会 千百到门的老祖宗 走得干干净净 但是 却留下了七个高手 这七个高手 全部都是玄仙中的 高深莫测的存在 同样是仙人三重玄仙的境界 也分为三六九等 有的玄仙弱小 有的玄仙厉害 比如 毒手药王 季风 就可以用剧毒暗算 弱小的玄仙 而方寒这种 一巴掌 把同境界玄仙 打成肉饼的存在 就更不用说了 当然 方寒现在已经不是玄仙了 而是半部金仙大能 沈公子 您让我们留下来 是什么意思 这七尊高手 显然是整个 芒山最强的 七个门派老祖宗 其中一个黄脸男子 叫做黄雄 眼神金光闪烁 无数恒星生命 显示出了极其强烈的 法力修为来 反掌之间 破灭天地 我留下来诸位 是因为今天宴会过后 少则几天 甚至几个月 整个芒山的修道门派 就会产生巨大变化 所有的灵脉 都要归于你们七大门派 我已经得到了 足够的资料 你们七大门派 是最强的 我希望你们效忠于我 上子洛背负着双手 龙行虎步 有亡者之气 第1550几 都要死 我虽然是泉州的监察使 但是整个泉州 监察使也有很多个 都明争暗斗 拉拢实力 企图夺取监察总管的职位 我现在手底下 缺少能干的人 只要你们效忠我 以后不说在芒山 就算是在整个泉州地域 无数国度 都能够占去一席之地 说实话 芒山的灵脉太小了 你们想不想 要泉州的最大灵脉 生命股权 什么 生命股权 那是泉州最为亘古的灵脉 无穷无尽 传闻是上古一位大人物 引天界之本源 和大地之脉络 原始之灵开造出来的 如果拥有了生命股权灵脉 我甚至有希望参悟金仙知道 孟海亭震惊了 还是现在 传说生命股权 被一个大门派 天权门占据了 无妨 我成为天庭 驻扎泉州的监察总管之后 自然有种种手段 到时候 我不日就要回羽化门闭关 参悟无上大罗金仙之道 只要一出关 到时候 你们也知道 商子洛不动声色道 我们愿意效忠 七大悬先高手老祖宗 纷纷站起身来攻身 其中一个身穿灰色长袍的男子 看了方寒眼 不过 希望商公子原谅 我们不想签订 亘古契约 商子洛也看向方寒 这个自然 此人来历不明 我自然要约束他 至于你们 我都知根知底 不怕出什么问题 而且我在不日之后 就要成就金仙大位 成为大罗永恒的巨拨 没有人可以反抗我 商公子 现在我们都已经效忠于你 此人的来历 也要查清楚一下比较好 一个人从后面走出来 正是独守药王纪风 不错 那个身穿黑色长袍的男子 叫纪云 是大善堂的掌门人 纪风的哥哥 此人居然会裁决七世 那是牧野家族 不适之绝选 而且那圣灵之血 是我们大善堂辛辛苦苦获得 奉献给商公子的 不能落入一个来历不明的奴才手中 商公子请收回 是吗 商公子看了看方寒 他炼化不了那圣灵之血 而且我一个念头就可以收回 而且他贡献出了裁决七世 对于我避意很大 不过来历 倒的确是值得怀疑 说话姐 他对方寒招招手 过来 说出你的一切来 你已经签订了云古契约 是我的仆人 一切都要说出实话来 方寒一步一步地走了出来 那毒手药王季风突然吼道 跪下 你身怀虚空万患 古毒的修行方法 那是要家的绝学 是怎么得来的 你是商公子的仆人 刚才还居然向主人 索要圣灵之血 这是大逆不道的行为 刚才商公子碍于这么多人 把圣灵之血交给了你 你现在还不奉献上来认错 上子洛依旧背负着双手 看着方寒 如帝王在看臣子 几封说得不错 你来历神秘 我刚才把圣灵之血交给你 是看看你到底是不是 诚心做我的仆人 可惜 这圣灵之血上面有我的封印 你根本无法炼化 而且以你玄仙的修为 是根本无法对他造成任何破坏 跪下吧 老老实实说出你的一切 以后忠心耿耿跟着我 我可以给你足够的好处 跪下 七大高手齐齐喝倒 他们知道 方寒是尊玄仙 玄仙级别的高手都有尊严 至少他们还没有向人下过跪 现在看到折磨一尊高手 侮辱他的尊严 心中也十分的兴奋和扭曲 陈彦的脸仗得通火 他有一种想拼命的感觉 但是他也清楚 自己拼命也没用 只能被在场的高手弹指尖化为灰尘 偏了 不过 他热血上涌 就要一步踏出 但是他的肩膀上多了一只手 手掌按住了他 使他无法动态 他一惊就看见 方寒脸上带着淡淡的笑意 似乎是一切都在掌握之中的味道 没事 你不要出手 今天整个盲山注定要血流成河了 方寒拍了拍他的肩膀 今天过后 你就执掌玄仲派 整个盲山的灵脉 都归你玄仲派所有了 随后 方寒又用细不可闻的声音 自言自语道 想不到 我到达天界第一次立位 居然是要杀死羽化门的弟子 这个事要从何说起呢 说话间他身躯一阵 整个人的气息形如流水 沙发果断的威严从身体中冒出来 宛如盖世天君 风华绝代 这是他在世俗中杀漏出来的无上气息 石山血海一般 神经万战所向无敌 不知道灭杀了多少强大存在 自然而然修出的威严 刹那间 他变了另外一个人 在众人无比震惊的目光中 他走向了伤子落 你们完了知道吗 你们全部都完蛋了 方寒的声音如死神一般 你 你要干什么 你到底是谁 戒备 戒备 方寒的这一番变化 令得七位高手 还有那毒飞药王 季风伤子落 都大吃了一惊 先前的方寒虽然是玄仙 但是气质明显有一些颓废 穷困潦倒 猥琐龌龊 但是现在 却整个变了另一个人 威猛霸气 如诸神降临人间一般 又如亘古天君 整个芒谷蒙的塔身中的天界规则 都开始扭曲 似乎随着他的心意变化 而变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